高雄市長陳其邁在臉書開心宣布 行政院終於拍板核定將高鐵延伸到屏東 且還會避開飽受爭議的人大石化工業區 並與高坪二塊平行共構 讓路線更安全施工也更加迅速 看似美式一樁 不過如今卻有藍營議員抨擊 新路線恐怕會阻礙高雄發展 陳其邁市長不要只會捍衛黨藝的小英男孩 否則在高雄的發展史上 陳其邁市長已將成為歷史的罪人 之所以重炮抨擊全是因為高雄鐵路地下化動工前 原本規劃三鐵共構 如今中央卻拍板高鐵路線不進入高雄市區 直接延伸到屏東 讓議員痛批陳其邁忙著宣傳中央新政策 似乎忘了自己是高雄市長 陳其邁市長似乎也忘記他是高雄市民的市長 還喜之之的在臉書上面幫行政院宣布高鐵難延到屏東的消息 如果說因為要延伸到屏東然後改造這個設施 那我認為是不好啦 不過對於高雄到底需不需要第二座的高鐵站 也有民眾抱取不同看法 個人是覺得不需要啦 因為高鐵它就是要節省時間嘛 那如果你在這麼短的距離後再搞了一個高鐵站 那這樣是不是 對於節省時間這個理念上來說是不是有點抵觸 這是我的想法 一個就夠了吧 對啊 因為在那邊比較方便其他地方應該都不適合做吧 除非啦高鐵延伸到屏東會經過啦 會經過那只是順道多一個站還還講得過去 那如果是那個專程還要弄一個那個高雄站的話 我是覺得沒有沒有這個必要性這樣子 高鐵難延路線到底應該怎麼走已經爭議多時 如今雖然拍板定案恐怕還是難皆大歡喜 記者黃冠維 蘇宇文 高雄報道